儘管歐洲很多地區 因中共病毒疫情嚴重而加重封鎖 在瑞士著名的滑雪盛地 阿爾卑斯山的馬特洪山 滑雪愛好者們仍然可以靜向大自然的美景 瑞士是目前中共病毒 第二波疫情的熱發地區 每天有5,000人感染 死亡人數也不斷上升 儘管如此 瑞士還是希望通過取忠的方式 如保持社交距離 限制聚會 佩戴口罩等措施 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行 支撐旅遊業等主要經濟領域的發展 同時又不加重病毒流行 遊客也紛紛表示 接受這種適度限制保持正常運營的狀態 當地策馬特使市長羅米納比·豪塞爾仍然很樂觀 認為未來前景一片光明 他說 人們需要休假 人們需要高山 我們想要做出的一場 我們想要做出的衝突 或一天的衝突 我們想要做出的衝突 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必須活動疫苗 人們需要休息 人們需要山洋 人們需要新的空氣和天氣 這是我們的目標 令它成為可能 在中共病毒流行期間 瑞士採取了適度的限制措施 但允許滑雪場近乎正常的運作 而其他歐洲國家的阿爾卑斯山旅遊景點 則處於關閉狀態 阿爾卑斯山馬特洪峰是瑞士引以為傲的象徵 其特殊的三角錐造型 一柱晴天之姿 陡峭險峻難以攀登 更是世界上最美麗 最動人心魄的山峰